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6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事實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5月20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個星期英國有熱浪 所以溫度明顯大幅上升 我今天終於覺得 出街被太陽曬著 是覺得曬得頂不順 好像在香港那樣 看到太陽就要躲起來 躲起來找有陰頂的地方 可能在香港的朋友不知為甚麼 覺得不是很正常嗎 平時英國的太陽就算射著你 也完全不覺得是熱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試過 記得 應該 去旅行也應該去英國試一下 英國的確可以用冬暖夏涼來形容 用相同的緯度 即是 北緯的52度 如果用相同的地方的緯度來計算 英國的冬天 比起相同緯度的地方 是暖很多 而夏天的時候 夏天就是 是涼很多 原因正正因為 這個叫做海洋性氣候 就是海 幫你 吸熱 在夏天的時候 冬天 海洋幫你補亂 這節我們回到主題了 這節要繼續說的 是香港的海港城出現危機 昨天跟大家揭露過尖沙咀 竟然 是將核心商業地段的定位徹底打破 忽然之間將它變成了 這個叫做街坊 基層危虛 核心商業區 應該是做遊客國際生意的 又或者是貴價的旅客生意 包括本地人 你忽然之間將一個貴價的地段做基層生意 你覺得可不可行呢 當然是不可行 我們要跟大家揭露的就是這個叫海港城 其實海港城雖然在地理上 跟柏麗大道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大家的相距已經相當近了 因為 柏麗大道穿過了九龍公園 又或者沿著海防道 走過去 就是這個叫做海港城 海港城在這個 尖沙咀的西面 佔據了 整個 西面的地帶 尖東變成了死場 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來的了 尖東你可以說是過了七咸道南之後就叫做尖東 中間這一卷 介乎彌敦道和七咸道南之間 你可以說是尖沙咀中部 尖沙咀還有分這個叫做西部 就是海港城 還有隔壁 還有一系列的商場 包括這個 iSquare 1881 新港中心 大致上你可以把 尖沙咀劃分為三個商業區 尖東 死了很久就已經沒有 爭議了 尖沙咀中部 尖沙咀中部 就要看個別情況了 根據這個K11所說 就說他 不是啊 生意很好啊 那麼我們當然 也沒有他的數據 沒有辦法質疑 不過如果 新世界真的覺得生意那麼好 拜託你 乖乖地出來投地 不要 叫人家不要唱衰你 既然你生意那麼好 拜託你乖乖地在香港繼續投地 投地 不要只有港幣 生意有多好 大家 應該心中有數 海港城距離這個 是叫做柏麗大道其實已經相當之近了 按照剛才那個分類 甚至乎 可以把尼敦道 當成一條界線 其實整個尖沙咀西部 是貫通的 你再加上 就是地鐵的因素 因為地鐵的尖沙咀站 其實出口 只是在尼敦道這一邊 所以 去海港城的人 理論上 一定要經過 尼敦道 所以我昨天就說 當見到 柏麗大道竟然跟你說 是把整個定位放棄 變成是搞 基層毅虛的 你就知道 海港城是階級可危的 結果又有 其他 坐證 話說有網民 在網上爆料 說受到這個 北上消費熱 熱潮帶動的 使得本地的餐廳 受盡衝擊 他 就說自己 是晚上9點 在一間 海港城的餐廳裏面 曾經這間餐廳是一間 人氣相當旺盛的餐廳 他說 餐廳裏面到了9點左右 已經 是空無一人的 更加 是9點半應該 未打仰的 就已經 有員工 預備埋掃的 把埋掃的工具放在餐廳的桌面 可能香港的朋友現在已經習慣了這個畫面 但是如果 你用回客觀的標準 如果餐廳還沒有關門 但是 在關門之前 就在餐廳 用餐的桌子上面 擺放這些埋掃的工具 其實 對那個形象來說 是相當之差的 因為真的只有收工 才會這樣做 而在過往的香港 其實你絕對不會那麼容易 看到這樣的畫面 因為 去到夜深 去到山門之前一刻 很多店鋪還是坐了很多人 很多客戶 坐在那邊聊天 還不肯走 但是今天 香港 就是在 這個 原本應該相當之旺的海港城 但是也出現了 就是神禁組全部散場的情況 這個當然不是什麼好笑頭來的 結果這個網民在 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還有美食關注組》發文 他說在6月23日的時候是星期日來的 當時晚上9點多 接近9點半的時間 他在尖沙咀 海港城一間 原本 充滿人氣的美食餐廳 就是吃飯 結果到了9點半的時間 經理就已經 坐在那裡 埋債 他 直言覺得香港現在 很唏噓的 以前 9點多 門口可能還有人在排隊 根據 網民拍攝的情況 餐廳裡面 只剩下兩台客人 所有的其他位 全部都是吉位 結果餐廳的經理 就是提早 把計數機還有其他工具放在餐桌上 預備坐在那裏埋債 這個畫面在香港以往 也挺難想像的 香港在我的印象之中 也不是很久之前 幾年之前 就算是2019年 也不是很久之前 就算是2019年 大家應該還記得 香港是很旺場的 去到很多店舖 臨收工 其實除非要趕你走 不然 臨收工還有很多客人坐在那裏 但是 現在 香港這個情況 就沒有了 當然 網民的貼文 也引起網上很多熱烈討論 有人也質疑到底這個網民 也是 昏迷了幾年 因為 如果你不是昏迷了幾年 這幾年香港就是持續不斷地出現這個 景象 你不算是 疫情封關 由2023年開始通關為止 基本上 香港 經濟基本上 是完全沒有好過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甚麼我們經常說香港的經濟不可以用以往的情況相比 即是SARS 又或者97金融風暴 就是因為 97年 其實你沒有面對 是你依賴的第二大經濟體 即是中國大陸 面對經濟爆破的 不單止當年中國大陸沒有經濟爆破 而且中國大陸更加 是由那個年代開始起飛的 所以 香港 往後只是做中國大陸生意 你也可以說是做到盆满盆满 但是今天的情況 今天你香港 面對的是整個 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即是中國大陸 在你的身邊 是徹底爆破 而且這個爆破 是剛剛開始的 而中國大陸 到底要用多少十年的時間去收復 是你和我都不會知道 而且 中國大陸隨時是不能收復的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債務 是全世界史無前例那麼龐大 中國大陸如果政權 不更替的話 他的債務危機可能可以持續30年以上 甚至乎比起日本當年還要更加嚴重 可能超過 半個世紀 你說你 作為一個普通人 你是不是可以等經濟等30年呢 就算 你跟香港 長相施首 你做生意也沒有可能的 莫講話30年 三年都捱不住 所以是沒有可能 做生意 說我看好 就算數 看好的意思是 你嘗試少住 壓下去高風險 的薄反彈 薄反彈 但是沒有可能是 整副身家傾家蕩產 擺下去 是買著冷著的 這樣買法 等於是會沒頂 今天香港的冷清 已經蔓延到 是尖沙咀西部 香港沒有一處地方 是完整的 傾巢之下 沒有言論 基本上現在 香港 你想生意 無端端可以 是不受影響 獨善其身 基本上是無可能的 只有香港政府的高官 是可以繼續 白鬥人工的 整個香港沒有地方 是可以有那麼高收入 好了我們今節 和大家 是揭露到這裏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請各位 謹受各位 好我們今節時間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醉漫長 只要跟著它有未成仙 呼籲 不如我們 作詐其實 感谢观看